台上学生仔细说明设计长辈洗头的设备 台下评审也认真的聆听 这场银法族生活用品设计 主要是要让长辈透过所设计出来的用品 增加日常生活里各项事物的方便性 这场竞赛的目的 主要就是希望让高中职的学生 透过产品设计仔细地观察长辈需求 我们这个是第七届的生命故事竞赛 这个竞赛的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让我们高中职学生 能够透过产品的设计 来去仔细地观察到长辈的需求 或是这些身脏失能的这些长辈 他有什么需要做改良的用品 或是说一些活动设计 然后让我们高中职学生 能够投入这个长造产业 长造系主任王之相表示 这项竞赛共分为三个部分 包括生命故事 活动设计 以及生活用品设计等 透过年轻人的思维来设计 会有更不同于以往的效果 以符合长辈们的需求 南开科技大学 我们今年办的这个活动 是第七届的 笼统来讲是叫做 生命故事的一个创意竞赛 它实际上是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由学生 救他的长辈 他们在生命当中 不管是哪一个阶段 有哪一个值得纪念的 哪一个值得我们去回忆的 那样的一个生命历程 你可以用这个 说故事的方式 你可以用绘本的方式 你可以用访谈的方式 总总总总留下这个 你跟长辈的那一段回忆 那除了生命故事之外 还有这个活动设计的部分 那毕竟年长的朋友们 在许多的生活的时间上 他如果有一个更丰富的活动的带领 那会使得他们生活 会更加的有意义 那至于这样一个活动呢 我们当然很多的那个造福机构 都有它既定的 既定的那个活动 活动的那个设计内容 但是如果有 我们有年轻的朋友 由他们的脑袋来想 我可以有什么样不同的 不一样的活动 那你可以注入一些新的思维 跟新的想法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关于生活的辅具的部分 因为毕竟对老人家来讲 我们有很多的生活的用品 比如说你忘了吃药了 怎么样我用一个设备来提醒 时间到了咚咚咚 你该吃药了 那让它更活泼 然后又更生活化 那让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辅具呢 不单单是由一些辅具公司来做设计 同样的有年轻人在 陪伴长辈的过程当中 你有什么样的创新的想法 就来这边 把你的想法给秀了出来 参加的学生表示 希望透过所设计的游戏 减缓长辈们失智的问题 也能够促进手眼协调 出发点就是让他们就是可能就是说 预防一些未来可能会遇到的 就是失智这些问题 就是游戏里面让他们就是去做一些 转移注意力之类等等的 就是促进手眼协调那些 就是让他们能有活动就多一点活动 参加的是活动设计 然后我们的参赛里面是就是 用数字的运算 然后让长辈知道 让他们动动脑 然后活动一下脑筋这样 因为用菜市场这种就是 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然后这样他们比较可以激发 他们的一些想法这样 就是可以让他们用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事情 然后比较好去发挥 就是不会想说没看过这个东西 然后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价钱是多少 那我们取用菜市场里面 比较常遇到的一些蔬果 让他们知道这个东西 这个价钱多少 比较好去算 这次高中职引法族创意乐活的竞赛 已经举办到第七届 对学生以及老师而言 都有很大的收获 尤其透过年轻这一代的思维 创造各项方便长辈的生活用品 对于老一辈的引法族而言 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陈寅志 草庭镇采访报道